判逆学生 感激 这对师生之间 有着怎样的故事 今天读书给您讲述 人民教育家 余依的故事 读本好书 听断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伟 说起余依老师 在教育界 他的名字可谓是如雷贯儿 就是照片上的这类人 余依老师是上海市 杨浦高级中学的名誉校长 1978年 就被评为首批语文特级教师 曾经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可以说在他的教学生涯当中 就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不过话虽这么说 但是余依老师曾经坦言 他也曾经被一位叛逆的学生 给难住过 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今天就来翻开这本 由董少校所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红竹余依 我们一起到书中去寻找答案 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个女生到余依的班级去上学 我们就称她做小好 书上是这么描述那时的小好的 她留着奇尔的短发 可谓劣迹班班 把班主任自行车的车胎器放掉 在班级门上写字 搞得全班没法上课 活脱脱一个叛逆少女 课堂上 余依在上面讲课 小好就在下面大声嚷嚷 什么老师啊 讲都讲不清楚 还没我懂 听得出来 这个小好同学不但不太听话 而且还总是流露出 那么一股子傲气 看不起老师 余依没有生气 她看到小好这样 反倒更加好奇了 她一门心思 只想弄清楚 这个小女孩 她为什么会这样 好解开这其中的关卡 帮她走上正轨 就这样 余依就一心扑在了小好的身上 书上说 余依渐渐发现了小好身上的一些优点 比如说上课领响就走进教室 从不迟到 课上不跟其他学生交谈 自控力强 听到新奇的知识 眼睛会发光 看到小好的这些特质 余依兴奋不已 她判断 小好对学习是有兴趣的 也一定会转变过来 只要多跟他接近 总能找到突破口 终于机会来了 书上是这么说的 一天下课 小好又奔出教室 余依紧随其后 啪 她裤子口袋里的书 掉在了地上 余依跟去捡起来 一看 是本介绍国画的书 看到小好有些紧张 余依若无其事地说 多好的书啊 把它卷成这个样子 太委屈他了 接着又说 我家里有不少介绍画画的书 对初学国画的人很有帮助 还有些国画 油画 水彩画和连环画 如果你喜欢 休假日可以来我家看 对他们发表意见 要知道 一心想跟小好拉近关系的余依 等这个机会 可是等了很长时间了 听了这话的小好 表情放松了 点点头 拿起自己的书 跑开了 看到小好对自己的态度有所转变 余依兴奋不已 总盼着小好能够主动来找自己交谈 可是 让余依失望的是 等了好几个星期 还是不见小好有所行动 于是 不轻易放弃的他 又想出了一个主意 余依听说 在生物课上做解剖囤属的实验 小好做得非常认真 正好交着说明文 余依 于是让同学们写一篇 科学实验习作 这正好在小好的兴头上 他写出了很棒的作文 余依 把写得好的作文都印出来 发给同学们 当然包括小好的这篇 余依对他的作文讲评格外详细 表扬他观察精细 理解深刻等等 小好听得十分专心 脸都涨红了 嘴角咬着鼻杆 不时点点头 要知道 当堂得到老师这样的重视和表扬 对小好来说 那是从未有过的 而小好看似叛逆 实则也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咱们试想 哪个孩子得到老师的表扬 会不开心呢 就这样 小好的心扉被彻底打开了 跟余依的感情也更加亲近 一个星期天 小好来到了余依家 书上说 他手里拿着一把纸折扇 打开介绍说 扇面上的竹子是外祖附画的 字也是外祖附写的 外祖附说 送给老师 余依向他道谢 询问他 外祖附多大年纪 身体怎么样 刚到余依家的小好 显得有些拘谨 但是一提到 曾经任职于同济大学的外祖附时 小好的画匣子算是打开了 小好说 外祖附喜欢画画 刷刷刷几笔 竹子就出来了 叶是叶 干是干 像变魔术似的 好玩 有时我也画几笔 就是不像 外祖附每画一幅山水 就叫我欣赏 我看啊看就走了进去 好在哪儿 我也说不出来 我肯定说的不在点子上 外祖附常常哈哈大笑 从此小好把余依当成了贴心人 两个人一起阅读画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是更多的沟通 更多的理解和更多的爱 而这一切老师余依做到了 您要问余依能够做到这些 到底有什么秘诀 也许我们能从他的一段话当中 找到答案 他说 人是不可能靠自然生长的 一定要靠培养 一定要有雨露阳光的照射 他心里才能亮起来 好的 感谢您和我们一起分享这本 由董少校撰写 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宏主余音 咱们下期见